今天上午检方第三次体训再压的柯文哲 柯文哲仍身穿黄色球服剂蓝白拖鞋双手上铐 面对媒体询问不发抑郁 台媒称检方目前侦查的重点 已是金华城案当年决策的过程 二是侦查柯文哲及家属的相关经流 截至目前柯文哲已在台北看守所被积压了半个月 但检方仍查不出他受贿的直接证据 引发舆论反弹 我看这个案子办得实在是离谱 到现在金流在哪里 你已经人压进去 然后再告诉外面说 我现在怎么样 我现在找了一个查金流的专家进来 我们就会奇怪 你当时你在压他之前 为什么不找金流专家 你没有法治你就没有人权 你没有人权你就没有民主 所以就全部都垮掉了 你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压什么人 你跟那个绑毁的时候 你把北线当绑架吗 把法院当绑毁吗 也不能这样干吧 目前岛内情侣媒体 还在持续爆料柯文哲案的各种细节 引发外界质疑 检调单位泄密 今天上午 民众党召开记者会 痛批台北检方与绿媒唱双簧 荒谬至极 现在是禁周刊在编故事 还是检调在泄密 因为这么荒谬的问题 连事实的基础都没有建立起来 根本无从加以回答 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民众党9月份的支持度 虽然比8月份下滑了1.8个百分点 但依旧有超过230万人继续力挺民众党 而赖清德上任百余日来 声望从58%下滑到46.6% 丧失了250万支持者 有分析指出 这次检方大动作侦办柯文哲案 或将演变成为赖清德的危机 柯文哲的转机 这个是人心 事实上很多绿营的朋友 都开始的这种怀疑 这种动了了 这个就是赖清德的危机 你别小看这种反弹的社会现象 跟反弹的力量 感谢观看